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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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 另外,我們今晚的嘉賓先介紹一下 這次就是我這麼多個香港模特兒 最喜愛的一個,沒錯 就是我偶像的陳家庸 陳家庸,我大概先介紹一下 陳家庸,他長得多麼高,你看 他的腳都這麼長 即是一個小朋友正常 如果你發育得好,就這麼高 陳家庸,他心底又好,又高 腳又長,樣子又漂亮 而且還真有本事 即是我喜歡他,喜歡到連我老婆也不介意 你說是不是厲害? 先給你最新興趣 謝謝阿澤 好,第二位嘉賓我們出場的就是 即是香港的,最型的就是他 沒錯,堪稱他TVB最型的 型人陳健鋒 怎麼受得起 怎麼受得起 你現在當家小生來的 你知不知道最重要是有什麼 要有知鮮 什麼? 知鮮 知鮮是什麼? 知鮮仙 知鮮仙 要有自鮮仙 這個人就特別緊 對了,所以你TVB當家小生 是 飛鱸路走走 你問些當家花彈吧 這樣可以了,說得這麼假 好,謝謝你 對 最後這一位,我跟他真的有點淵源 我請他出來,我先說 許少鮮 許少鮮 麻煩你 真的要拿嗎? 許少鮮這個人是這樣的 大家給我一個緊張 我這裡 什麼? 看到嗎? 豆腩 這裡我原本就是有顆 脂肪粒,好像一顆 這麼小顆 你一顆這麼大顆? 不是,這裡 這裡 這裡這麼小顆 但是後來他就介紹了我 一個美容師 就去電了它 現在就大顆了十倍 我百多顆 現在電了十幾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因為我沒有毒 我清純 不是 什麼不是? 因為我的命很矜貴 真是逼死人 看起來挺矜貴 而且還很笛 謝謝他 不用了 是 本輯節目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有 一電通電話有限公司 送出IDD通話分鐘 總值二十六萬 及獎金六萬五千 慕迪亞 意大利十八K金 紅運鑽石鏈咀 總值三十二萬五千 Fx Creations 時款流行袋系列禮券 總值十七萬五千 理想空間送出 名貴傢俬禮券 總值十七萬五千 Amitel 彩魔王 數碼 身內無線電話及配件 總值三十萬 大寶珠寶送出 十八K白金 鑽石開心吊咀 總值三十二萬五千 總值三十二萬五千 借允其美空簽體專門店送出 簽體禮券 總值十五萬四千 及獎金二萬一千 嘉賓只要答對每條估價題 就可以得到出線金幣 累積最多金幣的 就可以進入終極遊戲真金白銀 贏取現金獎 好, 我們不如先猜猜第一件事 好嗎 好 我們的遊戲就開始了 猜猜第一件事 究竟是值多少錢 這部衣車雖然比我和你老 但它的風彩仍然不減當年 它就是1963年 在上海製造的家用衣車 不少香港家庭以前都擁有過 這部衣車機身全黑 再配以金色的圖案 別具一種古典的味道 至於它運作的原理 就不是電動 而是依靠人力腳踏 產生動力令旁邊的鐵輪旋轉 再利用皮帶帶動衣車的手輪 接著就可以用手轉動手輪 控制衣車運作 而這部舊衣車 它只可以選擇調校針部的梳物 轉換不同粗幼的車針 以及左右兩邊的單邊箱 據師傅所說 因為這部衣車較為耐用 所以當時也挺受歡迎的 那你們猜猜 到底這部衣車在1963年 到底是多少錢 你們究竟有沒有人 1963年買過衣車 當然有了 當然有了 你自己本身 你那些1922年出生 好像說你這些 就直接說出答案 191多而已 191多 1963年 1963年通常一個人的工資 約130元左右 對… 你說買一部衣車多少錢 107元左右 你好像很深仇大恨 記了它幾十年,它107元 我一輩子都記得 是 107元吧 是 不如大家開始猜猜,好嗎 好嗎 沒辦法 我一輩子都說了 兩次都不是 好 好 陳健鋒猜猜180元 又180元 陳家榮是150元 許少紅150元 你覺得150元買到嗎 是模特兒 模特兒 經常穿衣服 經常穿衣服 當然知道衣車價錢 好 監製罵也這麼說 現在我只給陳家榮 可以改價,行嗎 我喜歡 陳家榮 你現在150元就少了 我私人給你改一次 好 現在太少了,多一點 兩個可以嗎 改價吧 280元 280元吧 行嗎 好 看來這個 主持人自己私人 叫人改價的結果是怎樣 但我真的沒有答案給她 對吧 這樣就沒辦法 挺黑暗 好,陳家榮就有一個金幣 太好了 謝謝 除了得到一個金幣之外 還有得到娜姐 一切豐富的禮物送給你 好,然後猜猜一下 一樣東西 它不是一個物件 不過也要付錢 陳家榮 你有沒有打保齡球? 沒有 那你就慘了 一大群朋友約出來玩 當然不可以只吃飯看戲 這麼單調 讓我介紹一個好地方給大家 這個VIP保齡球場 面積大約有1000平方尺 最多可以容納30人 最適合包場用來開派對 這裡有四條標準保齡球道 切碑齊全 而且還有獨特的螢光燈效果 為你增添派對的熱鬧氣氛 除了打保齡之外 這裡更像有卡拉OK系統 你們唱著歌來打保齡 那就一定玩得盡興了 這個VIP保齡球場收費 是每個小時計算的 每次最低消費是兩個小時 那你們猜猜 星期日在這裡包場兩個小時 要多少錢? 陳家榮,你覺得多少錢? 誰是你的? 你也不過來讓我改,不告訴你 好,每個哥哥姐姐說你偏心 是嗎? 當然 大哥,他對腳長得這麼長 好,星期日要花多少錢 才可以在私人的保齡球場 可以容納30人 玩兩個小時,開始估計 兩個小時,30人 對 陳健鋒就出千百元 陳家榮就猜是三千元左右 許少鴻就厲害了 他們的富豪一來是七千五元 這個可以看到人是怎樣的 衣車,即是女人用的 買給老婆就一百五十元 自己玩一個場,包一個場 是七千五元,看到的 許少鴻,你別說我偏心了 我現在正是讓你改 改高還是改低? 你現在太貴了 四千五元,是嗎 現在看來陳健鋒 對你們來說好像價錢偏低了 好,陳健鋒,我也讓你改 怎麼了?冷公平 不見你的腳也不短,大哥 好,三千八元嗎? 五千元 即是他們中間嗎? 四千元 好,我看你這麼漂亮 三千八元吧 三千八元,立刻開始猜 你真是… 你是好兒子 就過去親一下自己一口 當然 這個環節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金幣 好,接下來要猜的東西 先看看,許少鴻 買?一個金幣也沒有嗎? 你很淒涼,許少鴻 你見到現在就知道 你看下一個環節 接下來猜的東西 跟著眼睛看看究竟是什麼 這包是來自澳洲的天然海鹽 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顏色是粉紅色 而且它含有大量人體需要的礦物質 所以特別健康 而且它還可以適合用來配襯不同的菜式 例如烤肉、烤魚和沙律等等 好,那麼究竟這一包 澳洲這些特別的鹽來到香港 是賣多少錢包的? 例如日本那些海鹽1000克 這一包就250克 日本那些1000克 就約3-40元左右 陳健鋒股120元 陳嘉雄180元 許少鴻洋180元 現在三個一起可以再加一次 你們給得太貴 法國這樣子的鹽肉大約60元一包 在看我,慢慢看 改不到的 改不到 你擦死了 好,陳健鋒60元 陳嘉雄80元 許少鴻,你猜什麼都是貴的 90元 看來你生活壓力都挺大 你猜到什麼都會覺得很貴 很符話 你多吃鹽,我吃米 我比較會跟你說 我們來看看這個鹽比份錢 好, 換言之, 估計60元的陳健鋒 贏了可以多多一個金幣 好, 拍什麼手?當然有好處 好, 又到了你們現場觀眾玩遊戲的時候 究竟今晚我們的嘉賓 哪個他的飾物是最貴的 猜中了, 當然有獎 今晚他們的飾物就是眼鏡 先學習陳家勇 我豈有此理 怎麼了… 這麼英俊也有 是嗎… 你這個眼鏡在哪裡買? 在香港的眼鏡店 明白你吧 是的, 有人做的 有什麼特色? 特色就是因為黑色和膠框 你這個眼鏡是有什麼特別來頭 沒有, 短短 短短? 用了多久? 十年了 十年了嗎? 對 有沒有近視的? 四重咒 就是什麼? 上面有遠視中間的近視 下面有散光 究竟他的眼鏡是多少錢呢? 好, 謝謝你 謝謝 那你的眼鏡是特別的 在於什麼? 看他旁邊 有些花, 有些水晶的花 是水晶 對, 所以很特別 很特別 這個在哪裡買的? 在香港買的 香港也有這麼特別的東西 不, 你也是香港人 你也有這麼特別 那究竟他們三個 哪個的眼鏡比較貴呢? 我猜陳健鋒 陳健鋒 形人陳健鋒 他那個眼鏡是多少錢? 四千元左右 我也是猜, 許少鴻 你也是猜, 許少鴻 多少錢左右? 七千 我猜陳家榮三千八 三千八元 陳家榮五千多 五千多買的眼鏡 你也挺難養的 陳家榮 你猜誰? 陳健鋒 三千元 而一半觀眾認為 陳健鋒的眼鏡最貴 陳家榮和許少鴻 各有25%的支持 請三位開股 好, 阿Ben 先開 二千六元 是不是真的有人猜中了? 剛才是藍衣服的 是不是? 那些股 我猜七千五元 那是誰? 都離譜了 七千元也有人猜 好, 阿爺自己承認 我猜七千元 不好意思 陳家榮的多少錢呢? 好, 先看看 四千元 陳家榮的四千元 究竟陳健鋒這個膠眼鏡 又有玻璃的多少錢呢? 好, 先看看 一千六百五 誰猜陳家榮也有獎品 好, 又到了這個股中積取的環節 當然, 現在領先的是陳健鋒 迎人, 兩個金幣 陳家榮就是一個金幣 而許少鴻厲害了 堪稱的TVB才子 一個金幣也沒有 但不要緊 只要玩這個股中積取的環節 如果能夠贏 就可以有兩個金幣換言之 如果是許少鴻 也可以追上來 只要他贏到這個環節就可以 怎樣追 你有兩個怎樣追 就用腳追 阿蛇怎樣追 就用腦子追 究竟這個環節是猜什麼呢? 好, 我先看看 這次要估價的物品 是這個電子相架 除了可以看相片 還可以聽MPV和看影片 另外它的插卡槽 可以支援不同的記憶卡 非常方便 可以稱得上是 西一代家居的時尚電子擺設 陳健鋒, 你有買過這些男嬸東西嗎 高科技電子零件 對, 高科技電子零件 你想騙我嗎?很容易 馬得鐘又來了 究竟高科技電子零件 想加多少錢呢? 你真的不懂嗎? 他還不懂 我這是低科技的人 陳健鋒的領先 陳健鋒先猜 你們知道怎麼猜了吧 不但贏了這個環節 有兩個金幣拿到這個相架的手 我們還送一隻悲哀熊給你們的添加 好, 兩分鐘的時間準備了 1、2、3, 開始 2, 2,000元 2,000元 多一點, 1,500元 1,500元 1,500元, 是嗎? 1,200元 還沒燈, 陳嘉勇 燈燈才可以說 好 1,200元 1,250元 1,300元 1,400元 1,400元 1,600元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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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1080真的很接近 1090 1090 1080到1090中間 1085 1085真的多了一點 1084 1084中了 真是見證了香港的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原本你… 越拉越遠 對,貧富如雪 你原本一個金幣也沒有 你玩完這個 居然也是沒有 陳健鋒原本有兩個金幣 現在玩手變了四個 最傷心就是我 因為陳嘉鋒只有一個金幣 給你掌聲陳健鋒 限時100秒 嘉賓有10次估價機會 如果估中數字 螢幕顯示會變成橙色 數字和位置全對就會以綠色顯示 好 陳健鋒終於來到真金白銀的環節 看看你有沒有上一集 嘉賓這麼厲害 可以獲得現金獎 看看他們買些什麼 好 好 這間寵物店裡 每隻小狗、小貓都是由澳洲入口 讓我發揮一下我的愛心 選幾隻帶牠們回家 這隻日本柴犬只有兩個月大 這隻狗是日本人的寵兒 牠不但樣子可愛 而且性格中心還不會點廢 除了小狗之外 我還選了這隻三個月大的挪威森林 這座貓要面尖和毛蜜才算漂亮 而且性格善良, 還很像人 這次我買了一隻小狗和一隻小貓 你們猜一下我總共用了多少錢 究竟藥母一隻貓加隻狗多少錢 好, 由100秒的時間準備開始 好, 1、2、3, 開始 是中了0, 是嗎 即是1、5,不用猜吧 陳健鋒很厲害 等等, 五個碼都中了 究竟是多少錢 那隻盟加拉的沼澤是一萬元 盟加拉的沼澤是一萬元? 第一次 挪威森林 最重要的錢 接近了, 還有一分鐘 等等, 你還有三個機會 2、3、0、4、6和2、3、4、6、0 也不對 2、6、3、4、0 也不對, 即是你可能給得貴一點 比得貴一點,即是2、4、2、4… 誰叫2、0 2、0、3、6… 還有30秒, 最後一次機會 很緊張 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即是多一點 2、0、3、4、6… 你說的, 相信你 好 好 6、4、3 時間還沒足夠 但機會足夠了 剛才2034 那位有位太太 喊出來說 2034、6 而你是錯了 看看一隻挪威的森林 加上一隻日本柴狗 不要緊張 6、3、4、0、6、3、4 不過也很接近, 給他一點掌聲 也請我們兩位嘉賓出來 多謝兩位 再見 太難了 了